大家好,8月22号晚上,蚂蚁集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 这叫严正声明,它写的是什么 这个内容我给大家念一下 对于网传相关人员入股蚂蚁集团的不实谣言 蚂蚁集团严正声明如下 蚂蚁集团在此前IPO的发行过程中 严格遵守两地法律法规 过程公开透明 不存在谣言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的情况 更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相关情况 蚂蚁集团也从未与谣言中提及的律师事务所 及律师开展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 蚂蚁集团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蚂蚁集团2021年8月22号 他在微信公众号上就是所说的这个发的一个严正声明 大家可以看看这声明 我待会会把这声明作为我这期视频作为它的封面 做了前面两期视频 一个是关于周江勇 再有一个就是陈伟俊 其实这些网上传说主要是来自于微信的一个贴子 他那个标题是叫杭州书记周江勇落马 一位律师家人的捞人鱼举报 那么基本上他这个蚂蚁金服他今天发这声明 可能是针对这个贴子 那么在这个所有现在网络 就是他这个传言当中 或者是网络的这个消息也好 或者这网络的传播当中也好 都是来源于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个 就是一位律师翘家人的捞人鱼举报 那么从你这个声明来讲的话 基本现在声明了不管什么用 我觉得最有效的这个法律维权程序 基本上就是你能够现在如果能够报警 最好是报警 网传了什么 就是你最好是不要相信 对吧 你不是说现在就是入股蚂蚁集团 这个谣言不实吗 那你就可以赶快报警 有警方介入一下查一下 看到底是不是这个谣言 是不是有人真的就是这个突击入伍 是不是有人你IPO没有成功 然后有没有退款 如果警方能够出一个声明的话 出一个警情通报 就是我相信国内这个老百姓还是比较相信 对不对 你看现在吧 就是说你发了这么一个不明不白 这么一个严重声明 就是显得显出来比较突兀 比较突然 对吧 你看有些弄的这个国内这个民众呢 这些网民呢弄的不知所措 他们有的人说 你看真是 有的说什么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么这个网上这个帖子呢 第一个没有点名 就是说你蚂蚁金服 他只是说什么 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 那么还有的这个帖子 他说就是国内网民 他就说呢 就说 赶快起诉啊 我个人觉得也是你赶快报警 报警 然后由警方介入 能够起诉就起诉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你说这个不存在 就是谣言当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 你说这个相关人员是谁 这跟他这个帖子上写是周江勇家族耗资武艺 抢先购买股份 你说这个相关人员是谁 你们两个人说的是不是一件事 就是说蚂蚁金服 现在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严重声明 就是让人感觉就是一头雾水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声明 这有点像以前就是那个夜谭 就是一夜突然的就是发了一个微博 说这个孟晚舟在替我们所有人担罪 有的人就会说 我一夜起来我成了罪犯了 孟晚舟有什么罪 就是我有什么罪 这个呢 就是大家呢 就是感到非常的困惑 有些人他说 看完这个声明以后 他说还有这种谣言 对不对 说有人提及这个是相关入股 还有突击入股 IPO没有上市成功 还有退款这情况 我怎么不知道这就是这种事呢 对不对 那么这是那些没有读过就是网络微信这个帖子 那么读过这个帖子呢 也是看到你这个声明呢 也是有些迷惑 在这个帖子当中没有点名任何就是说蚂蚁金服 他只是说这个一家就说这个杭州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 对吧 你是对号入座吗 还是说然后你是是要怎么样 你就是认为他说这个杭州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就是你蚂蚁金服 杭州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金融科技公司呢 所以说呢就是为了就是澄清吧 我个人觉得就为了澄清 你这个严正声明呢 这个力度还是不够 就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最好是警方介入 由警方来调查 第一个是谣言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存在不存在有这个突击入股 还有这个就是IPO上市 没有成功 有没有退款这个情况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公开透明 是不是存在那个相关人员这入股 这相关人员到底是谁 如果这些你都有警方来澄清的话 那么网络上现在这些所有的传言的谣言呢 你可以视之为谣言 你也可以认为他说的不是你 对不对 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一个言论 我们暂且不称他谣言 没有任何一个言论 没有任何一个帖子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 这个就是杭州 杭州市市委书记 这个下马是跟你这个蚂蚁金服当中有任何瓜葛 所以说个人感觉还是报警吧 好就到这